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呀 那么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4399版的合金弹头 二战前线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给你们带来一期 合金弹头的游戏发展史 合金弹头想必也是不少人的童年唯一吧 我开始接触这款游戏是在很小的时候 在街西厅接触而认识的 那么你们是怎么接触这款游戏的呢 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打在公民上哦 合金弹头是日本SNK公司推出的一款 2D横版射击过关游戏 在1996年 发行了合金弹头系列的初代作品 合金弹头 这里有个误区啊 合金弹头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主机家用游戏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为了街机厅打造的投币过关类游戏 一颗币就是一块钱 所以按照你们平时玩合金弹头的死亡次数 可以想想到底花了多少钱了 合金弹头采用了Q版像素风格画面 游戏的背景是唐纳登·摩登为了掌控世界 花费了很多年做准备 最终实现了军事政变 摩登率领着叛军 仅用了170个小时就控制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 而玩家呢 就是控制两位爵士去消灭敌人 在每个关卡的后面 都会有一个boss 共有6个关卡 玩家能使用的爵士就只有两个 一批玩家的专用爵士是马尔克 二批玩家的专用爵士是塔玛 爵士不存在差异 只存在个性动作上的不同 玩家的默认武器是一把手枪 手枪拥有无限的子弹 还有每次复活都会自带10颗手榴弹 同时玩家也可以通过摄取武器包来获得特殊武器 如H 就是重击枪 R 就是火箭发射器 S 散弹枪 F 喷火枪 但是这些补给武器的子弹都是有限的 除了以上这些武器 在随着游戏的进程 玩家还可以乘坐路边的坦克 这也使游戏的玩法变得丰富 这款1996年诞生的合金弹头 凭借着丰富多彩的战斗场景 还有boss战的部分使得游戏特色十足 在当年的横榜射击过关游戏中脱颖而出 然后1998年 合金弹头出了第二部 合金弹头2 合金弹头2延续了合金弹头的玩法 还有第一部剧情的后续 相比第一部还多了很多新的东西 在爵士方面 一定是坐着知道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道理 然后就加入了两个女角色 立本英里 飞奥 这名字怎么这么难念 还加入新的地图 比如沙漠 金字塔 居然还有香港 还加入了新的载具 骆驼 人形怪机甲 还有战斗机 另外还新加入了玩家状态转换 如被木乃伊喷出的植物 还有蝙蝠的药剂攻击到 角色就会木乃伊化 就会使玩家的速度都急剧下降 主武器的攻速 投资手榴弹的速度 并且还会失去特殊武器 只能使用手枪 还有一种肥胖形态 玩家通过食取掉落的食物 使角色变得肥胖 变肥就肯定会降低移速了 但肥胖可以增加玩家的火力 武器的外观 近战攻击等等都会发生转变 1999年 发行了合金弹头X 合金弹头X实际上是 合金弹头2的强化版 修改了二代的一些bug 修改了一些背景 还增加了更多武器 如大H 大L 大S等等 2000年 合金弹头3出现了 合金弹头3延续了之前的剧情 在原本的肥胖 木乃伊两个形态变化上 还加入了丧尸 雪人两种形态 游戏还增加了雪上版面 还有飞行射击版面 游戏有五个关卡 场景还隐藏了各类地图道具 使游戏方式更多样化了 也是加入了很多新的载具 但是有一点我要吐槽啊 这个boss 我是打了真的久 你他妈的 去合金弹头3 2002年 合金弹头4跟大家见面了 游戏新登场了两名可操作角色 分别是崔佛史贝西 还有纳迪亚开索 还新加了个形态 还有新的武器 2H 双机枪 总的来说 这部合金弹头并没有加入太多新东西 相比较出色的合金弹头3 合金弹头4就显得没那么突出了 再后来2003年 合金弹头5横空出世 一共是有五个关卡 这部作者取消了大部分的形态转变 你保留了肥胖形态 上出了F5焚火枪 那次新生加了滑铲的动作 暗蹲下和跳跃即可使出 这个版本的过场动画相对比较多 可使玩家更好地了解剧情 合金弹头5的整体表现也是比较普通的 再后来合金弹头还是出了几部的 还有的版本没有说到 就是没有说到了 另外如果有喜欢合金弹头的小伙伴 有想要合金弹头的剧情的 连赞过5吧 我再出一期视频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臭小黄 你们就给个三连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你个吧